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想把馒头做得更有嚼劲一点 不要那么松软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基本的技巧 先看一下材料 这里是作坊加工的面粉 两斤半 泡打粉准备两克 泡打粉直接和面粉 掺拌均匀 这一步一定要做 然后酵母准备两克 同样要搅拌均匀 尽量不要喝水 直接掺到一块 接着加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量 稍微的减少一点 这个面团一定要稍微硬一点 咱们今天两斤半面粉 加了570克水 水量减少了 在和面的时候 一定要把水面 搅拌得越匀越好 这样咱们揉成团才更轻松 大家可以看到 在揣面的时候并没有那么软 有点硬硬的 这个面揉成团之后 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咱们需要把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继续揉一下 尽量不要让它有那么多干粉块 这个揉面的过程 大概持续3到4分钟 咱们揉的时候呢 手上可以稍微沾上一点水 这样能揉得更快 面团揉好 呈现咱们画面中这样 没有过多的干粉块 就OK 然后直接包起来进行一次发酵 同时大家需要注意 第一次发酵呢 也不要发酵的特别旺 发好的面团大概是原来的1.5倍 就可以 拆掉保鲜膜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团呢 不会泄气 也不会塌 怎样去翻动它 都不会有变化 就OK 咱们可以用手压一下这个面团 它整个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这样 比较完整 然后直接开始揉面 在揉制的时候 这个时间呢 一定要稍微长一点 一定要把面团揉得紧实光滑 如果有压面机的话 最好用压面机会更快 面揉光之后 直接搓条 咱们就可以来制作馒头了 搓条的时候呢 保证粗细差不多 另外咱们剁馒头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大小差不多 不要差距太大 馒头切好之后呢 一定不能靠得太近 稍微摆开一点 这样能够防止它两个粘到一块 包括咱们揉圆馒头也是一样的 一定不能靠太近放 这样馒头咱们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稍微抹上一点干粉 这也是为了防止 在发酵的时候 两个粘到一起 这样咱们操作完成 直接盖起来进行二次发酵 同样二次发酵呢 也不要发得太旺 也要发到1.5倍大 就OK了 这样主要是为了控制 馒头内部的蜂窝 不要让它过于大 发酵完成之后 大家可以看 整体的状态呢 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只是两边有一点点鼓 咱们用手按一下 能够明显的看到 上面有一点坑 像这个状态 咱们直接上锅蒸 蒸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咱们用的是中火 然后这个水呢 不要太开 提前放进去 这样就能避免 咱们1.5倍大的状态 容易把面烫死的问题 咱们摆好之后 直接就可以上锅蒸了 馒头蒸熟以后 它的整体状态依然松软 但是不会过于软 这筋道体现得更加明显 其实说简单一点 要想调整馒头的状态 咱们只需要把面团的水量调整一下 然后发酵的状态调整一下 这样就能轻松拌到你想要的效果 好了 视频就到这 下期再见 点击